本港第五波的新冠疫情大爆發 確診者每天數以萬計 全港醫療系統幾近癱瘓 各區社區檢測中心每天大排長龍 檢測結果也嚴重滯後 有市民向兼雜誌透露 他十天內做了五次檢測 但竟然連第一次結果都未收到 雖然現時快速測試棒買到整行整市 但準確性傳移 有人彈求安心寧願付錢做準確度較高的核酸檢測 亦有人為了跨境出行或工作之便 必須做自費檢測以取得正式的書面檢測報告 現時政府設立的19個社區檢測中心 提供較相宜的自費檢測服務 每次240元 但每天檢測的配額有限 未能應付市民的大量需求 兼雜誌記者登入檢測中心的預約網站看 發現大部分檢測中心即日籌已經滿了 有部分中心甚至連最近一周的預約也都滿額 市民唯有被迫繳付更高昂的費用 去到政府認可的醫療檢測機構 包括私家診所或私家醫院做自費檢測 不過這些私營機構收費可為海鮮價 由600元至1700元不等 還未包括診金和檢測報告等費用 以補血醫院為例 被煙色紙或被煙喉合併色紙測試的基本收費是1700元 聲稱即日可以取得結果 香港浸信會醫院做被煙喉合併色紙測試 便要付1500元 聲稱最快2小時後可以得出結果 私家診所的檢測服務也所費不非 市民潘女士向堅雜誌透露 為了上班要有病毒陰性的證明 足足花費了1500元去到住所附近的私家診所做檢測 等了兩天才收到陰性報告 她便大身被劏到一頸血 相比香港澳門和內地的自費檢測費用貼地得多 澳門政府由2020年起 先後5次調低新冠病毒核酸檢測費用 最新一次下調至約68港元 至於內地的自費檢測價格更加相宜 去年12月起下調至約50元港元 多人混合檢測更低至每人約12元港元 雖然香港自費檢測貴 不過原來高處未算高 台灣有組織曾經統計 當地70間醫療機構的自費核酸檢測 費用介乎約1200至2200港元不等 較香港高5倍 而英國自費檢測的收費就約1400至2000多港元 美國的自費檢測費用最高更可達1950元港元 中文字幕提供